腾讯娱乐 这阴残酷的淘汰让李雨春,清风集体哭成了一人,要知道,从朝女初到至今,李雨春素来都不爱,你类是人,此次却因人来人往而泪如雨下,为了让这场强劲的淘汰再更显隆重,毛不易作为观察者女和酒迷时组成了谈何容易组合,看看毛毛这红彤彤的小脸蛋,也是real可爱了,在李雨春的泪水,毛不易的呆忙中, 四外哥就以超高的票数,成为九大厂牌的第一位选手,随后文昭杰,张一侯,邱洪凯,田义,邓点,黄祥琦,孙泽源成功竞技,最大的惊喜还有最酷的蔡维泽成功黑马杀出,成为本期的最强厂牌,有欢喜就有忧,许晗光,曾玉宁,引擎遗憾淘汰,李雨春汉就哭成了泪人,赛致的激励不仅让选手们 被感压力,面对淘汰的仙爱选手,李雨春和清风作为新推官都表现出了,被一般的情绪波动,虽然华晨与的摩音赛道全员成功集结,但是在三位选手淘汰,只也是深干爱惜,清风更甚,自己最心爱的两名选手,曾玉宁和许晗光都惨遭淘汰, 看着自己心爱的选手离开,清风再次泪洒现场,清风疼惜自己的选手众所周知,上一次清风因为自己战队大半而自格不宜,现场也是几度落泪,这位吃个小表情,看得小便,也是real心疼了,最让网友们惊讶的莫获于美颜赛道,隐清的离开直接导致李雨春现场落泪, 从节目开播,李雨春对待选手,都是属于严格哭吹行导时,出场的一句,炸毁这所有人都赛道,剑子霸气十足,虽然是美颜赛道,但是春春对选手的选择却十分严格,虽然是人气选手,但是表演不符合风格,李雨春会会直接提出批评,一位具有偶像气质的选手上台表演,杨敏也一直夸她好看, 华晨宇和吴清风纷纷表示她,唱得还不错,但是李雨春直接表示,唱歌的时候一开口就抢拍,我并没有觉得她唱得又很好,在选手踩排时,也是尽力要求他们做得最好,更是秦子到现场指挥,所有副歌的进出都由她自己亲手包办,就是这样一位对待选手严格,专业的新推官却在本期节目中,罕见的落泪了, 李雨春上一次撒泪还是超雨,出道13年,李雨春落泪是罕见的,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是2005年,在超级女生五进三周,和解遗憾淘汰,当时在台下的李雨春崩溃大哭,那一年的比赛,有很多类点,但李雨春却只崩溃了这一次, 从出道至今,李雨春不缺之遗,但沸沸扬扬的传闻里,她没在公共场合掉过眼泪,之前在录制《中国》正在听时,蔡依林和哈林因为挑战者对亲人的真情实感,而哭得气不成声时,李雨春为了忍住不落泪,硬生生的把自己的手都掐烂了, 但是这样坚强,苦帅的李雨春这次因为选手的离开,落下了眼泪,很多人都表示惊讶,这么坚强的李雨春居然也会哭,其实我们都忘了她也是一个普通人,帅气之外的李雨春有颗温柔心,2005年超级女生让李雨春瞬间红成了现象级的明星,关于她除拍有铁感拥抱们的支持,还有关于她的形象,她的生业的争论, 和许多艺人忙着辩驳或者证明的方式不同,李雨春并未因为争议而畏惧,2006年退出退出首张专辑,变创当年话语乐坛的专辑《销量神话》,此后退出的七张专辑,每张都问鼎当年的销量冠军,演唱会也是一场接着一场,当所有人都认为李雨春的帅气成了标签时,李雨春又在时尚圈里瞬间蜕变, 她是被季范希本人称为灵感妙思,在前不久结束的看那电影节上,李雨春还身着定制旗袍,惊艳了媒体头条,这种帅气和柔美和中和,让许多人都对李雨春光目相看,比起许多追子脸明星,她自嘲方脸也成了另一种流行,从当年的选手到如今的新摧瓜,李雨春虽然已经跪了歌坛的中流砥柱, 但其实变化却并不大,看到小哥你还会立即送上自己的拥抱,比起最初出道时的羞涩,如今的她会穿上粉红小裙子,露出大长腿,偶尔害怕谁会吓到哭泣,当所有人都在娱乐圈里练就一颗钻石心时,李雨春却越来越柔软,放在曾经,她宁可把泪水洒到幕后也不会让人看到, 因为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被人看到,如今的李雨春懂得柔软,是将更多温柔及需要帮助的人,所以她喜欢的选手出局,她会忍不住撒泪,当年为了和杰洛泪是青春的不舍,如今更多是机材之情,相隔十三年却有了太多心境的转变,如今的李雨春,不会再刻意装坚强,在娱乐圈里终于愈发自主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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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